7月13日 站在好莱坞福特露天剧场舞台上 华裔歌手那套用它温柔又充满力量的歌声 征服现场观众与评委 登上了Collaboration洛杉矶赛场的冠军宝座 那套来自于一个特殊的家庭 父母都是听障人士 也就是说无法听见儿子的演奏钢琴和唱歌 但他们却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 看到儿子的歌声 那套中学时加入学校和唱团 最初因为害羞根本不敢大声唱歌 后来才慢慢有了自信显现出歌唱方面的过人才华 而为了寻求更多音乐发展上的机会 一年多前 那套告别了在华府DC的家人 独自一人来洛杉矶闯荡 L.A. is a very different world from where I'm from so it's I'm still getting used to it but I love it There's the beach and hiking and everything is all in one area so it's great 落江南加后 那套报名参加了Collaboration洛杉矶赛场的竞争 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冠军 歌唱是好像演员的 你用这些语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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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为这些语言 如果你做这些语言 你相信自己 你习习 你习习 你会赢得 那套目前除了在一家学校 教授手语课程 其他时间继续寻求音乐发展机会 他坦承在美国主流娱乐市场中 也存在玻璃天花板的障碍 雅一面孔想要站上大舞台 要面临更多更艰难的挑战 但他说就算再困难 自己也要去世 我恨恨恨恨 所以你必须要去试试 试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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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试